這邊有個拍照區 然後中間是有路可以走的 他最喜歡的玉京香 Hi 今天是回到加拿的第三天 家裡還是已經歸位95%了啦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東西 對 還沒有用好 然後這些是要給別人的 別人代購的 昨天有去Costco補了一點就是生活用品 畢竟我們冰箱原本是空的 然後又補一些東西 今天我們要去玉京香花園 沃泰華差不多每年三月的時候開始就慢慢陸陸續續 會有玉京香 現在的話就是最漂亮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說這個月初已經開始了 然後我們才剛回來想說趕快去看 不然之後就沒有了 玉京香也是沃泰華跟荷蘭代表友好的一個象徵 對 他們每年好像會送幾十萬之類幾十萬豬的玉京香 來 沃泰華其實我也不是很了解 反正就去看看吧 GoGo 然後很特別的是就是我們出去的時候 這邊外面的樹原本都是枯的 然後或者有雪 現在全部一整片綠蔭盎然 住在這邊的朋友說他們一週喔 只有一週 然後綠葉全部砰 全部都發出來 超強 真的很屌 我有點忘記自己家到底長什麼樣子 畢竟我搬來的時候都是雪景 然後現在是綠蔭盎然就哇 感覺很新鮮 心情特別好 然後我希望對面的房子永遠不要開始蓋 我放了一顆鏡頭 現在很重 它側面這樣 欸 開拍又在側面 它比較長 所以現在手舉著比較重 但是它比較廣角 所以 我這次 現在就可以用這隻來拍了 很開心 廣角開房的時候我這樣還是可以拍到邊邊 不然之前就只有大頭而已 開心 好 我剛剛其實忘了拿相機 上樓去拿相機 這次真的真的真的要出發了 掰掰 郁靜香花園的話它是十點開始 現在是九點 我們先去租門接一個朋友 然後我們就一起過去 因為早點去的話才不會沒有車位 大部分接近中午的時候 都會人超多的 然後很乖 它今天只有半個位子 因為另外一半要裝另外一個它的保護 是這樣講嗎 不用裝的 欸 裝的 對啊 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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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太過分了 把人家當毛母 又不把人家當人 我太糟糕了 我這樣真的會下地獄 你看這個鏡頭是不是很廣 而且它應該不會太正 因為我開那個積極防守陣 是不是很棒 好 就這樣 現在整個臥太華都是這樣 綠意盎然的 真的超美的 跟我們那時候來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 其實有點忘記 我們當初一開始來的時候 秋天的樣子是什麼樣 它們就那種 四季非常分明 很漂亮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是 冬天過太久了 有點忘記 原來春天是長這樣 而且它地上都會有一些小黃花 跟蒲公英超可愛的 它從它的位置逃離 一定要坐在人家身上 丟回去還是要坐回去 真不愧是它的好朋友 我們現在滿園出發 所以那個隔壁的位置 跑到另外一個人 去身上去了 就這樣 GO GO 這一整區都是 我現在剛開園而已 就超多人 它雖然寫說十點開園 但現在其實才九點四十五 它跟台灣花海比較不一樣 它是不能走進去的 只能在花圃外面看它們 它有一些小孩的活動 然後它的花園就這樣 一區一區的 然後每個顏色都不太一樣 今天你在哭腰什麼 請問你今天為什麼那麼會吵 請問你今天為什麼那麼會吵 其實很多花都開始 哭了 所以真的 我沒有早點來 可能就看不到了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是白色的 這邊有個拍照區 然後中間是有路可以走的 所以你就會很像在花海裡面 還有一些奇怪的草 反正就是一長一長的 然後那邊有湖 等一下去看看 這是我們有個朋友說 他最喜歡的玉京香 因為他說長得像五花肉 油花很漂亮的那種 我是覺得有點偏油啦 這邊很多地方都可以拆啦 我覺得這個坐著的也不錯 我的狗 那一聲是我的狗 我們那個專業看狗園 他今天就很多介紹的牌子 為什麼會有這些玉京香啊 還有一些品種一些故事 有這個顏色耶 好不舒服喔 我不喜歡 隔壁又是那個五花肉 還有紅色黃色粉紅色 還有這種漸層色的 那邊白色都開了 開了的長得很奇怪 遠方有小火車耶 好酷喔 緊張緊張一觸即發 好 沒事沒事 安全 唉唷 這旁邊為什麼有這樣刺刺的啊 真的耶 這個五花肉開花了 還有像一些圓遊會的攤位 賣一些棉花糖 巧克力 飲料等等 哇 是Ice Cream車耶 Woo 他的展棋都會做交通管制 所以車子是進不去的 我覺得住這一排的房子都好爽 好漂亮喔 又在湖畔 我們現在要往湖畔的方向走 去看看 超多人 車車 叮叮 叮叮車 然後因為我平常都是揹手機嘛 為了揹向機場 不需要打叫 現在換這種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的後車艇 爸爸哭 這是我們今天的遛狗人員 很感謝他 沒有他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要去嗎 像他去 他不會下去 我之前試過了 這邊湖畔更美 還有人在划船 然後船的話是要在那邊租 那邊的話就是夏季的時候有租可以租船 冬天就沒有 然後這邊都有一些椅子很舒服 我覺得這裡超美的 補景第一排 我的狗現在很受控 抱歉 我覺得他應該是 就是在我們那邊鄉下待久 他可能就沒有看過那麼多人 所以他現在對人會比較緊張一點 我們現在逛一圈要離開了 其實就是喜歡花的朋友可以來看看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有看過就好 明年可能不一定會再來 蠻有趣的可以看看 然後我覺得晚一點的話 會有比較多流動攤販 你會比較多東西可以吃 然後很適合帶小朋友跟狗來 我們是停在這個政府機關的停車場 然後這個停車場的話就不用錢 為了大家早點來 可以搶到這個停車場位置的話就很賺 其他的停車場都是要錢的 還有一些脫掉危機 如果你在停路邊的話 像現在停車場又停超滿的 好啦我們來到Real Canada要補貨 然後今天就這樣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讓我下見 拜拜 他們路上就很多這種小黃花 跟蒲公英超可愛的 有地方 像這邊超大片 好可愛 像這樣 好可愛喔